在很多游戏中都有这么一把武器 它使用无托设计并采用转轮式弓弹 威力巨大且可以连发 它就是气锤线弹枪 这是一支由Pinker公司设计的全自动线弹枪 该枪发射12号口径的线弹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全自动以及无托结构的线弹枪 这把枪除了枪管以外 枪身的大部分都是由工程塑料制作 有效地减轻了枪身重量 该枪整枪全长787毫米 但是枪管就有525毫米 气锤使用一个10发可旋转的弹枪弓弹 这个弹枪的结果和一般左轮手枪非常类似 发射最常见的12号线弹 最大射速可以达到240发每分钟 快慢机则位于扳机护圈前缘两侧 相当简洁利落 除此之外 在枪口的前段也有一个斜面 这个斜面有着硝烟 以及降低枪口上跳的作用 在机匣上方还有一个提把 方便携带 不过这把枪的威力虽然不俗 尺寸也很适合 但是这把枪的适用性却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这个需要预装转轮式弹匣 给携带备用弹药构成麻烦 军队和警察不会对气锤产生兴趣 而民间呢 按照1934年的国家火器法案 NFA属于重火力武器的级别 所以美国民众也买不到这把枪 种种原因 导致了这把枪一直没有订单 不过现实中虽然不如意 但是它还是凭借优秀的外形 以及不俗的火力 成为许多电影以及游戏的常客 当然游戏厂商是不可能下订单的 曾经有人试图以35万美元卖出专利 原型枪和生产权 但一直无人问津 后来研发这把枪的公司也破了产